TMI向盘室特別節目 今天是我生日 快樂 好的今天是我生日 所以我要準備了吹笛 怎麼吹啊這個 當你看到這一節奏我應該已經在台南 應該是安平的海邊看海了 那我們來進一點八二字生日的處女座的TMI 第一個我跟我兒時天菜雅瑄是同一天生日的 雅瑄也是8月24號耶 然後他呢不是我啦是他 我記得以前在活動的時候我們很想念雅瑄 很常下雨 所以他那個時候有個綽號是雨後 雅瑄的TMI是他很容易觸發下雨 我這麼非常想念雅瑄 然後今天雖然一屆台北場我不在現場 但是看到他們跳的愛著主打勾我真的是快勾出來 我的雙單 三二十天菜跟現在的老公 這六十天 你知道就是 這種完美的CrossOver是可以的嗎 好香喔太棒了吧 然後一堆小朋友在問我說夏天是誰 八二十生日 比較常日後是颱風 其實我十三歲生日的時候颱風天 外面咻 然後浪板被打到歪啊 然後我爸媽在那邊幫我吹蠟燭 這麼有情調的生日的過法 我生日的時候呢 這十年下來 大概從我二十歲 那一次失戀到現在我養成一個習慣 我生日最常做的兩個活動應該就是看海跟看葉子 我家教學生聽完這個他覺得很心酸 謝謝你喔 八二四 就大概到這裏我們來講一點 處女座的TML好了 以我為準啦 建立了業配 不對是我點的炸雞 唐陽雞的部分 天安老師對不起 好 看起來很好出現那種吃錯的脫妝 好可惡 等一下再吃 啊 它掉了 好 處女座 處女座我覺得 心思很細膩 就是我看起來處女座其實很容易觀察到小細節 然後會因為小細節很容易覺得慌張 小劇場很多嘛 大家應該聽過處女座小劇場很多這件事 但是因為在你得到結論之前 我們已經跑過多少演唱過程了 比方說處女座要跟你說 我們今天不要再聯絡之類的 她一定是能說這麼多東西之後 她才這樣跟妳說 她不會是突然沒有理由去做這件事情 處女座永遠都是有理由的 再來我覺得比較不好的部分就是 就是延正到前一件來說 比較不會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 很難 很難 我覺得真的很難 就稱讚別人對我來講有點難 表達喜歡跟討厭 討厭比較容易表達 但喜歡我覺得就是 有難度對我來說 所以因此我之前有被說過 對方說他都不懂我在想什麼 然後我就其實心裡滿受傷 我也不想這樣子 對 其實我真的也不想 但反過來說啊 就是 所以說會隱藏自己內心的想法 然後 會口事情 蠻嚴重的 傲嬌就是傲嬌 所以處女座小劇場傲嬌這些都是真的 但是呢 他們一旦講出口的話 就是如果是認真講的話 我覺得可信度非常的高 因為基本上我們就是 不講 要不然就是 講的話就是真心話 大概處女座我覺得 或者是這樣子的運作方式 所以就是 活得會比較辛苦一點啦 但是 就 也都這樣活了 34年 這也還好啦 對啊 所以關於八二次生日的素女座 你該知道的事情 我覺得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呢 最近 這 其實時間準確的來 就是這兩年 就我都過得不是很好 然後 然後今年六月又開始 身體也出狀況 身體是本來就是狀況 但是身體也出狀況 就莫名其妙 就是過敏加氣喘之類的 總之就是也不太好 從五月開始又遇到一堆 真的蠻鳥的事情 但是 能活到現在我真的覺得蠻不簡單 所以今天 其實拍這段影片 是要特別感謝就是 一路上 特別是這幾個月 這 一個月吧 就遇到的好人們 謝謝你的溫暖 那我們覺得活到現在也是 真的是還蠻不錯的這樣 所以 謝謝大家 三次睡了 掰掰